作者韓龍所寫兒童圖書 漢堡包和叉燒包 分別以椰酸的食物喜好 講下中西文化和兩代共融 沙田區區議員龐愛蘭就分享當中的故事 希望青少年學會體量和關為長輩 整體的小朋友其實是關為長者 不過他可能不懂怎樣去關懷 或者他不知應該怎樣做 最重要是小朋友其實能夠開始有好奇心 知道多些父母或者家人 他自己的所謂的過去 有上台聽故事的小朋友說 他們覺得故事很好聽也學到很多東西 學到要互相來 因為那個故事裡面是教我們可以活生來養 要令小朋友專心聽書 學懂作為的道理的確不容易 家長可以透過這種活潑的方法 令子女容易吸收 M21news記者黎敏偉報道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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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